那时耶稣进入圣殿 开始驱过那些卖东西的人 对他们说 经常写着 我的殿是祈祷之所 但你门境把他变成了财窩 他天天在圣殿里教导人 众师祭奖 经师或百姓的奖劳 都想切发杀掉他 但一时不能下手 因为众百姓听他的话都听得出神